应运生机与活力的新春即将到来 各行各业的人们正在用奋斗开启新的征程 我们的记者也是奔赴全省各地深入生活生产的一线 以您一起见证辽省大地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 感受美好生活背后的奋进力量 作为全国的六大储气中心之一辽和储气库群 担负着东北和京津济地区 天然气气节调风和战略储备的重要使命 辽和储气库群当中的双台子储气库 群的二期项目 这些天正在紧张的施工当中 新春走机层 今天我们到位于盘锦的施工现场去看一看 这里是辽和优田双台子储气库的第12号警场 我现在是在这个筑财井的钻井平台上 其实这块距离地下的钻头已经有3000多米的距离 我们来了解一下天然气是怎么储存在地下的 您好 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天然气是怎么储存在地下的呢 地面压缩后的高压天然气会通过这个通道注入到地下的储存之中 我们都知道怎么抽上来 但是它究竟储存在哪呢 地下是有空间的吗 不是的 地下实际上就是像千层柄一样 最终是储存在之前采过油的这些沙岩的孔隙之中 相当于藏在石头的缝隙里 对对对 除了利用之前的旧井 双台子储气库群 钻井工程 共规划新钻井43口 目前已经完工28口 这些深入地下几千米的深井 成为天然气从地上到地下 从地下到地上的连接通道 这个小屋里的岗位非常的重要 通过这里可以知道井下究竟是什么情况 我看那个监视器里显示的是井上的情况 咱们通过什么样的东西去判断井下呢 比如说玄中有轻微的波动 就是上升或者下降 蹦压也是下降或者上升 都是表现有没有异常情况 也就是说井上的情况通过监视器看 井下的情况通过底下的数据看 对对对 辽和储气库群 包括双台子等七座储气库 去年11月 双台子储气库的一气工程正式投产采气 可满足东北三千万个三口之家一天 北京冬季高峰期一天 近三分之一的用气需求 成为国内单日调风能力最大的储气库 一气工程历时467天建成 创造了国内同等规模储气库建设周期最短的辽和速度 目前二气工程已进入收尾阶段 盘景地区一月份到三月份就是窗口期 过了这个季节以后施工难度就大大了 所以咱储气库建设一直比较紧张有序的这些序 建设过程中最紧张的是去年7月份到11月份 也有三个多月没回家了 这个冬天辽和储气库群首锈 总库容超60亿立方米 为东北地区和京津济地区提供天然气 建成之后 它将成为能够容纳288亿立方米天然气的国之重器 辽和储气库群是东北地区最大的储气库 已经被正式纳入国家十四五发展纲要 重要性不言而喻 从第一座双六储气库建成开始 到现在正在建设的双台子储气库 背后是很多人的默默努力 在采访过程中我们感觉到 这些一线的建设者真的非常的不容易 在工程开始的时候 他们开荒地钻尾海 为了赶工程进度 他们夏天忍受着高温 在这个季节经受着凛冽的寒风 其实我们看到很多人由于户外的长期工作 脸上和手上都已经被吹干冻裂 而也正是他们的这种逢山开路 遇水架桥的这种精神 让我们拥有了这么多值得骄傲的超级工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